两名男子提着大包小包一前一后 匆匆忙忙跑出巷子 接着搭上一辆轿车离开 不只手上的东西是偷来的 连车也是脏车 远警拿警棍大声鹤令赶快趴下 立刻压制上铐逮捕 这是其中一名嫌犯在东山乡的租屋处 警方立刻进屋搜索 摊开证物有手机平板电脑 作案用的手套 螺丝起子老虎钱 连高压抽水机也偷还藏有多包毒品 警方还在河堤附近找到一辆白色长车 因为吹嫌化用 这两名黄姓嫌犯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 移工犯下十多起窃案 几乎是偷遍整个宜兰 郊西罗东苏澳跟三星 都有他们的足迹 跨越多区域 惊动五个警分局 早就被多双眼睛给盯上 但他们似乎忘了 每偷一个地点就留下痕迹 不管是停车还是上车 都被路口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 警方经过两周监控搜证 多天埋伏 16号终于抓到人 他们拖的东西琳琅满目 看到之前的就打包走 被一家中切到最移送法办 现在恐怕也得追查 偷来的汽机车在哪里 特别新闻 并且大臣无欲亚一览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